好,那我们给大家说这中间键啊,中间键呢就是将够给你预留好的一些东西啊,你就相当于你打游戏你在闯关一样啊,你第一关第二关第三关对吧,你只有过了第一关第二关第三关,到最后你才能走到最后啊,比如说你在第一关直接被别人干掉了,那你这个就直接game over啊,这就我们的中间键呢就是你一个请求过来之后,它有这么一个处理的流程,你可以通过这预留的中间键函数呢去打断它, 它处理的一个流程啊,直接呢就让它返回,这是我们中间键的一个作用啊,那么上面呢我们再给大家说将够呢,它呢是给我们预留了这些中间键函数啊,这些中间键函数的名字还有呢参数都是固定的啊,然后他们每一个啊,在什么时候去执行啊,就是你一个浏览器的请求过来之后,它是怎么执行的啊,我们先给大家是画一个图,再做代码演示啊,就首先,还是呢你浏览器过来一个请求, 请求啊,这边是你的这个浏览器,那么这边呢再来一个是我们将过这个框架啊,这个框架,首先你这个浏览器这边,它呢会发这么一个请求过来,发这么一个请求过来之后呢,当这个请求啊,到达我们的这个将过网站, 讲过啊,那么在这里面我们首先,来一个箭头啊,来一个箭头啊,来一个箭头我们表示这个请求啊, 首先,好,首先比如说这里面,你一访问,那么这边呢去过来一个请求, 请求啊,那么这个请求过来之后,你注意到达我们将过框架之后啊,首先会,会有这么一步啊,那么这一步呢就叫做产生, 产生啊,request的对象,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试图函数用的这个request对象啊,首先,你一个请求在到达将过网站之后,第一步呢就是帮你呢去产生这个request对象, 产生request对象的目的呢,就是把你发过来的一些请求的参数,包括我们之前讲的, 哎,路径啊,你post的get的提交参数啊,或者是cookie啊,或者session啊,都放到这个request对象的属性里面啊, 这是第一步产生request对象,那么产生request对象之后啊,下面呢, 哎,紧接着又来一步,那么就是往下走啊,下面还有一个过程, OK,那么这个过程它是干嘛的啊,它呢,这一步呢就会调用一个中间键函数啊, 这个中间键函数呢,就是叫做processrequest啊,你注意啊,调用, 哎,这里面,调用,哎,这个中间键类中的processrequest啊, 调用,中间键,类啊,中的这个processrequest啊, 这个系统函数,这个函数啊,这个中间键函数,那么, 然后啊,调完它之后啊,下面,紧接着又来一步啊, 那么这一步呢,叫做url的匹配啊,就是我们给大家讲的, 通过url找对应的视图,这边啊, 好,哎,这里面啊,我们在这里面,这里面,再来一个,这个呢, 就代表我们url匹配的过程,哎,就是我们之前给大家讲url匹配过程啊, 怎么是根据一个地址找到对应的视图啊, 那么,然后,url匹配之后,下面呢,它就通过url匹配, 它就知道下面要调用的这个视图是谁了啊, 但是在调用视图之前,还有一步,哎,这一步呢, 叫做调用中间键类中的process view, 哎,process view啊,好, 当调完这个process view之后呢,下面呢,才是去调用我们的视图, 哎,才是调用这个view啊,好, 好, OK,那么这个呢,我们在这边,哎,再来一个, 这里面呢,才是去调用这个view啊, 啊,调用,哎,这个view,哎,也是调用对应的视图, 好,那么调完它之后呢,最后啊, 视图,我们说视图呢,返回东西给浏览器, 但是在返回给浏览器之前呢,还有一步, 那么,这一步呢,哎,是调用中间键类中的process response啊, 调用中间键中的process response,哎,这个中间键函数啊, 啊,这个中间函数,那么这个过程呢,我们在这边再拉一个箭头, OK,哎,它调它, 那么最终,哎,由这个process response这个函数呢, 它将这个返回呢,返回给我们的浏览器啊, OK,你看到啊,这边,哎,它呢,中间呢,就有这么一个过程啊, 就有这么一个过程,哎,你一个请求过来之后, 到达将冠网站之后啊,首先第一步呢,就是产生request对象, 哎,去包含一些请求的信息, 然后紧接着啊,将冠矿件呢,会调用你注册的中间键类中的process request啊, 啊,那我们看到,怎么才算注册呢,就是我们给大家说的, 找到这个settings啊, 它里面呢,有这些,哎,选项, 每一个选项呢,就是一个注册的中间键类啊, 它,它这里面呢,再去调用我们中间键类中的process request的时候, 它是从,你每一个类里面, 你注册这个类里面,它会去看一下,哎,从上往下啊, 你这个类里面,如果有这个process request的话, 它就会调用,然后紧接着呢, 它就,哎,看完第一个,再看第二个啊, 只要你从上往下,只要你这个类里面有这个process request, 它就会把它进行一个调用, 然后,当调用完中间键类中的process request之后呢, 下面就是进行这个UIL的匹配啊, UIL匹配,哎,UIL匹配的目的呢, 就是根据,哎,匹配去找它对应的这个视图是谁, 但是呢,在调用视图之前, 它又会去调用这个注册的中间键类中的process view, 那么这个过程呢,也是啊, 哎,从上往下来,看每一个类里面, 哪个类里面有这个process view, 哎,它就会从上往下进行一个调用, 好,都调用完之后呢, 下面,开始呢,去调用这个视图, 就是你地址对应的视图是谁, 哎,调用这个视图啊, 那么调完这个视图之后呢, 哎,最后呢, 视图返回了一个值, 然后在反,在这个东西返回给浏览器之前呢, 它还会去调用这个中间键类中的process response啊, 那么这个过程呢, 其实也是一样的啊, 从上往下,哎, 看哪个类里面有这个process啊, 哎,有这个process response, 哎,它就进行一个调用,啊, 最终,由这个process response, 将这个内容呢, 返回给这个浏览器啊, 这就是我们说的这样一个, 请求过来执行的一个过程, 那么像我们说的这些, 哎,中间键这个函数, 哎,这个函数, 这个函数, 这都是,哎, 将够给我们预留好的, 哎,一些函数啊, 我们把它叫做中间键的函数, 好, 你知道这个过程之后呢, 哎, 下面呢, 我们就给大家, 写一个例子啊, 再写一个例子, 哎, 我下面呢, 我在这个里面, 还是呢, 在我们这个应用下面, 哎, 创建完这个文件之后, 我在这个里面, 我再写一个中间键类, 我直接呢, 写上一个class, 啊, 来一个类, class, 哎, 我们叫做testmidable吧, 好, 那么, 然后呢, 这个类呢, 你继承一个object啊, 就可以了, 哎, 这个呢, 是我们这个中间键类, 好, 然后呢, 在里面呢, 我下面呢, 我要开始去定义啊, 开始去定义, 它预留的这些中间键函数, 首先, 我们给大家说一个叫做init, 你这个类的, 它有一个初始化的函数, 叫做init, 对吧, define啊, init, 那么这也是一个中间函数, 这个函数是干嘛呢, 这个函数它什么时候调用啊, 就是服务器啊, 这个函数是服务器重启之后, 那么接收第一个请求时调用啊, 请求时会调用, 那么这是这个啊, 我们比如说我们在这里面, 我就直接直接print, 直接写上一个init啊, 代表它丢用了, 我就直接写上这样一个东西, init啊, OK, 然后, 下面呢, 我们要给大家说的就是这个, 叫做process request啊, 我们说, 这个函数呢, 比方, 就做process request, 它里面呢, 有这么几个参数啊, 首先它有一个叫做request啊, 它有一个request啊, 那么这个东西呢, 它呢是什么时候调用啊, 产生request的对象之后, 你注意啊, 产生request的对象之后, 那么, url匹配之前调用啊, 调用, OK, 那么这是这个啊, 这个呢, 我们在图上也给大家画了, 就是产生request的对象之后, 进行url匹配之前, 将过呢, 会调用这个中间键类中的process request啊, 调用这个process request的时候, 然后它就会给这个process request传一个参数, 传的就是这个request的对象啊, OK, 所以我们说它里面有这么一个参数叫做request啊, 然后我们在这边做一个打印, 直接写上一个print, 然后呢, 写上一个直接, 在这边还是打印一下它的名字啊, 叫做process request啊, OK, 那么再往下呢, 就是我们给大家说的这个process view, 它什么时候调用, 看图上的啊, url匹配之后对吧, 试图函数调用之前会调用它啊, 会调用它, 这个呢, 就是我们这个, 叫做process view, 写上一个self, 然后呢, 写上一个, 它里面有这么几个参数啊, 首先第一个request, 这个request也是将过框架在调用它的时候, 将过框架的会把这个request的参数, request的对象作为参数传过来, 然后同时, 这里面还有这个view, 放卡, 这个代表什么呢, 这个代表是接下来要调用的试图函数的名字, 那你看我们画的这个图, url匹配之后, 我是不是就知道是哪个试图要被调用了, 对吧, 将过呢, 在调用这个process view的时候, 它就会把要调用的那个试图, 它的作为参数呢, 传过来, 同时, 试图呢, 还可能有位置参数和关键参数, 所以这两个呢, 还有一个叫做viewlgs, 还有一个叫做viewkwlgs, 这俩呢, 就是将过在调用的时候, 它会把这个试图函数, 所需要用到的位置参数和关键参数呢, 给它传过来啊, 这里面就是, 它呢, 就是这个, url匹配之后, 试图函数, 调用之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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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用之前, 那么, 哎, 调用它, OK, 那么在这里面呢, 我们也是啊, 直接呢, 我们把它拿过来, 我们在这边也是直接呢, 就打印一句话, 打印一句叫做process view, 那么再往下呢, 还有一个我们要给大家说的, 就是这个process response啊, define, 叫做process response, 那么这个呢, process response的话, 它呢, 有这么几个参数啊, 首先它有一个叫做request, 哎, 它还有个叫做request啊, 这个试图玩具呢, 在我们这个图上面啊, 看到我们给大家画的, 它呢, 是在试图函数调用之后, 内容呢, 返回给浏览器之前啊, 会调用这个process, response啊, 然后, 这个次, 第一个参数呢, 就是将过在调用它的时候, 将过也会把request对象作为参数传过来, 那么这个参数代表什么呢, 就是这个参数呢, 就是试图返回之后, 试图呢, 有一个返回值, 将过在调用process response的时候, 将过会把试图的返回值作为参数呢, 给它传过来, 所以这边有一个叫做process啊, 叫做response啊, 这是它, 哎, 它呢就是试图函数, 调用, 之后, 那么内容返回之前啊, 内容, 哎, 返回, 哎, 之前, 返回浏览器之前啊, 哎, 浏览器, 之前, 哎, 会调用它, 那么这个呢, android, process response啊, 这个函数的话, 最终, 它需要返回一个值, 它因为它要返回内容给浏览器, 它需要返回一个值啊, 我们在这里面你可以直接把这个仕途的返回值呢, 给它进行一个返回, 然后在前面呢, 我们给它打上一句话啊, 打出它的名字叫做process response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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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这里面呢, 就是我们给大家说的这几个中间很软啊, init, process request, process view, 哎, process view啊, 还有呢, 这个process response, 然后, 下面呢, 我们要给大家去看一下啊, 他们的一个执行的过程, 那么, 写完了这个中间间内之后呢, 你要让将冬框架调用你这个中间间内里面的这些中间间函数, 你需要呢, 在这边去做一个注册啊, 然后找到这个setting, 我们先把这个注视点啊, 不影响我们看啊, 直接我们在这下面直接写上这一个叫做booktest下面的middlewall里面的, middle里面的test啊, 第1啊, test的middlewall啊, 就这个, 然后, 我们给大家看之前呢, 我们在我们的这个视图里面也打印一句话啊, 这个index里面我也打印一句话, 叫做print, 直接写上一个index, 我们就给大家看一下它的调用过程啊, 然后找到它, 好, 下面, 在这个里面呢, 我就直接啊, 我们重启一下啊, python manager, 皮外出一个run server, 好, 然后在这里面, 开始呢, 去访问我们这个首页啊, 你看一下它的一个调用过程啊, 12G.0.0.1, 毛号, 80, 80, 80, 好, 回车, 这里面是不是访问这个页面了, 然后呢, 看一下这个后台啊, 看一下先调的谁, 看到没有, init啊, 是不是, process request, process view, 然后呢, 然后呢, 是我们index这个仕途, 最后是不是这个process response啊, 对吧, 然后比如说啊, 现在我访问这个页面之后, 我再敲一下, 我再访问一下它啊, 回车, 然后再看一下这个过程, init有没有调用, 对吧, 这就是我们给大家说这个init啊, init的作用就是, 服务器重启之后, 接收第一个请求的时候, 它会被调用一次, 之后的话, 它就不再调用了啊, 然后这往下的这些呢, process request, process view, process response, 这就是我给大家说的这个过程, 首先产生request对象, 下面紧接着先调这个process request, 然后再进行URL匹配, 再调用这个process view, 再调用这个视图, 再调用这个process response啊, response, 你从这个它运行的, 执行的过程里面, 你就可以看出这样一个过程啊, process view, process request, process view, 视图,process response啊, 这样的一个执行过程, 那我们说, 它原本的话, 它是有这样一个执行的过程的, 你可以在这个中间进行一个干预啊, 进行干预, 你比如说, 我就直接在process request里面, 我就直接给你返回一个东西啊, 返回一个应答, 那么后面的这个过程呢, 它就不会再执行啊, 比如在这边, 我们可以在这边, 对吧, 现在假如说我要, 我这个执行到这个, 要调用这个process view了, 然后在process view里面呢, 我就直接给它返回一个东西, 那么, 那我就直接一返回的话, 它就直接会调用这个中间内内里面的process response, 后面这个过程呢, 就没了啊, 这里面我给大家写一下, 直接在这边, 返回, response啊, 返回response, 我就直接返回一个response啊, OK, 那么你看到啊, 现在呢, 我们刚刚给大家演示的, 是不是它一整个过程都调完了, 都调完的话, 就只要你在这几个函数里面, 你不返回一直, 你直接相当于就返回一个not的时候, 它就继续往下走, 但是如果你返回的话, 后续的这些过程就没了, 而是直接去调用这个process response, 这个我们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啊, 你比如说现在要执行到这一句的话, 在这个函数里面, 我就直接返回return一个, IoTB啊, 我return一个IoTB response, 我就直接返回一个process, request啊, process request, OK, 我这样一返回的话啊, 那么我再去访问一下这个页面, 那你看一下它的一个调用过程啊, 然后, 回事, 哎, 看到页面上是最终是不是显示的, 我这里面返回的这一句话, 对吧, 然后呢, 你看一下后台的调用, 这是第一个请求, 对吧, 重启了啊, 因为你改完之后它重启了, 它调了一次隐秘的, 你看一下先调谁, process request啊, 是不是马上就调process response了, 对吧, 这是这个过程啊, 你在这边你一瞧回这, 你就会看到这个过程啊, 先调process request, 然后我们在这个process request的这个函数里面, 直接返回了一个内容, 那么这个时候就会直接去调用这个process response, 后续的这个过程呢就没了啊, 就没了, 哎, 这实现一种干预, 好, 你还可除了在这个地方干预这个过程呢, 你还可以在这个地方呢, 干预啊, 比如说你执行到这个process request, 然后呢也进行这个ULPP了, 在你执行这个process view的时候, 我给你返回一个东西啊, 那么后续的试图呢就不再调用了啊, 比如说这里面, 我们执行到它的时候, 我在这边呢也是来给它直接返回一个response, 直接在这边返回啊, 那么这个呢还是在这边, 哎, 我们在这里面这个我们不返回, 我们到这个地方呢, 给它进行一个返回啊, return一个itvresponse, 直接写上一个process, process process view, 好, 然后呢, 哎, 在这里面我们可以呢去看一下, 直接去刷这个页面, 哎, 是不是最终前的process view, 对吧, 然后呢, 你看一下这个后台, 是不是啊, process request, 就是process view, process view之后, 试图没被调用, 而是直接调用这个process的, response啊, 就这里面, 哎, 干预了这个过程, 那么你知道这个之后, 你就知道啊, 为什么我们刚刚一开始写的这个东西, 它能去禁止你某些ip访问我的页面, 是不是我们在这里面看到啊, 我们要判断这个view的ip, 在我们禁止的列表里面, 我是不是直接就给它返回一个应答了, 对吧, 后续的试图呢, 就不再调用了啊, 像当这个ip的人呢, 他不在我这个里面, 我是不是什么都没做, 什么都没做, 就相当于返回的是一个, 那他就会继续往后执行啊, 继续往后执行, 哎, 这是我们中间见函数的一个作用啊, 一个作用, 那么, 哎, 你对照我们这条图, 你就要知道啊, 我们可以在这些中间见函数里面, 去干预这整个请求应答的过程啊, 请求应答过程, OK, 那么, 这里面呢, 就我们给大家说的这几个中间见函数, 好, 除了这几个之外呢, 还有一个中间函数, 那么这个中间函数呢, 叫做process, exception啊, 它是干嘛的啊, 它是试图函数出现异常的时候, 会掉用这个函数啊, 会掉用这个函数, 然后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啊, 我下面呢, 在这里面我再写一个类, 再写一个啊, 叫 define, 写上一个叫做, exception吧, 啊, class啊, class, 然后呢, 写上一个叫, exception, exception啊, test的1, 写上一个mid object, 然后在这里面呢, 我只定义这么一个函数啊, 其他的那几个我就不定义了, 我直接写上一个叫做process, exception, process啊, exception, 好, 那么它里面呢, 它有这么几个函数啊, request啊, 它还有一个叫做exception啊, exception啊, 这个呢, 就是你发生异常的时候啊, 将过会掉用这个中间函数, 掉用的时候呢, 它会把这个request对象, 还有这个, 哎, 异常对象啊, 传过来, 那么这里面呢, 它呢是, 哎, 视图函数, 那么发生, 异常啊, 发生, 异常时掉用, OK, 那么这个呢, 我们也是在这里面给大家打印一下, 直接print, 打印一个, 哎, 这个process, exception, OK, 啊, 这里面啊, 打印一个, 然后呢, 我们下面呢, 再来一个啊, 再来一个, 再定一个, 啊, 哎, 这里面呢, 我再来一个, 哎, 这个呢, 我们叫做process, test2啊, test2, 然后呢, 这里面我就写一个, 去啊, 写一个2, OK, 那么, 然后呢, 我们就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过程, 下面呢, 我定义了两个中间线类啊, 两个中间线类里面, 我都写了这个process, exception啊, exception, 好, 下面呢, 我把这两个类, 做一个注册, 我们注册之前呢, 还是, 为了方便看啊, 先把这个先给它拿掉, 直接写上, boogtest的下面呢, 这个, midval里面呢, exception test1, 好, 这个啊, 然后下面再注册一个, boogtest下面呢, midval里面呢, exception test2, OK啊, 这样过程, 好, 那么, 把这个注册完之后呢, 下面我们让我们这个试图出一下错啊, 我在这里面还是nama等于a加1, nama等于a, 加上一个1, 对吧, 然后呢, 我们下面呢, 开始去访问一下这个过程啊, 回上, 好, 页面上出了这个错, 对吧, 然后呢, 看一下这个后台, 看到啊, 首先, index, 对吧, index啊, 然后是谁, process exception 2和process exception 1, 对吧, 那么现在你要注意啊, 这就是我们给大家说的这个process exception, 这个函数啊, 它是试图函数出现异常的时候, 会调用中间间位里面的process exception, 但是你要注意啊, 它的调用顺序, 跟你注册的这个中间间位类的顺序呢, 是相反的啊, 相反的, 哎, 你看到啊, 如果你注册的多个中间间位里面都写了这个process exception的话, 它是从上呢往, 从下呢往上, 往上去调的啊, 这个过程你要, 你要知道啊, 它跟我们之前讲的这几个呢, 它不一样, 这几个呢是从上往下啊, 从上往下啊, 你注意它的一个顺序啊, 哎, 我们注册的时候是test1再上, test2再下, 对吧, 但实际掉的时候呢, 是先掉到2, 再掉到1, 再掉到1, OK啊, 这是这个异常中间件函数啊, 中间函数, 那么这个process exception呢, 这个exception啊, 我们说它就是这个异常对象啊, 你可以在这里面把这个异常对象打出来, 比如说直接打一个print, 写上一个exception, 那么你可以看一下啊, 直接在这里面, 我们直接敲回这, 哎, 你再看一下这个后台, 看文看到出来一个, 对吧, 哎, 这就是这个不能把整数转按照字符数啊, 这就是将过在调用你这个中间件函数的时候, 它会把这个异常对象呢, 作为参数呢, 给你传过来啊, 哎, 这是这个异常函数啊, OK, 那么这一部分的话, 就是我们给大家讲的这个中间件啊, 它的一个使用, 他们对象没有讲啊, 那么这边的别不讲解, 还有我们学校的语言进去 stessoемон Quan法的uj stress, 它对象或说法的一技能使不cus您的美ute, 我们不会拥起来的这 Sandy申传主要看, 谢谢观看